男人动了真感情时,在这些事情上会变得很主动。 你有没有喜欢过一个人? 如果你喜欢过,那么你就会明白,动了真情最基本的标志,莫过于你总是会挂念着那个人,经常有事没事都会想要对他主动。 喜欢一个人是一件根本就藏不住的事情,即使你再想要隐藏,也会不自觉地露出痕迹。 当你喜欢上一个人时,你会这样,而真心喜欢你的男人,他也会如此,会忍不住的就会对你十分主动。 动了真感情的男人,他越是对你动了情,越会对你主动,主动找你,总是想要和你待在一起。 身边有个女孩子,他主动追到他男朋友,他很庆幸地追上了,只是那个男人和他在一起过后,却对他一直都很冷淡,经常他几天不找他,他也不会联系他一次。 这个女孩子说自己就想谈一场假恋爱,一点都感受不到被爱,可实际上他的男朋友可能也并没有真的爱上他,不过只是徒有男朋友的名义而已。 在感情中再木纳的男人都一样,只要动了真心就必然不会总是对你不闻不问,他只会像个小孩子一样十分黏你,天天不停地联系着你。 想要知道你的动向,每当有时间的时候,就会赶紧来到你的身边,看着你,陪伴着你,主动关心你,会经常问起你的事情。 如果在一个男人身上,你丝毫都感受不到他对你好奇,想要了解你,渴望照顾你,那么你的感觉很有可能是对的,他并没有多喜欢你。 真正的喜欢就是,他把你放在他的心里,想要把他所有的关心和疼爱全部都给你。 没有不懂爱的男人,只有不爱你的男人。 动了真感情的男人,他会对你的一切都十分在意,他会在每一天里都留意着你的动态,总是不停地用言语和行动关心着你。 天冷的时候,他会关心你有没有加衣服,下雨的时候,他会关心你有没有带伞,下巴晚了,他会关心你的安全。 他总是不放心你,经常会直接奔向你的身边才能安心,主动帮助你,把你的事当成他的事。 办公室有个姑娘,他总是说,他男朋友对他是多么喜欢他,可是每次他遇到事情需要搬家,需要用钱,需要去看医生时,却总是不见他男朋友的钟影。 在关键时刻总是缺席的男人,他可能真的忙,但是更有可能的是,他并不爱你。 真心爱你的男人,他才舍不得,总是让你一个人去面对那些风风雨雨,在关键的时刻总是缺席,他只会冲到你的面前,替你挡风遮雨。 对他来说你的事情就是他的事情,甚至比他的事情更让他着急。 和你在一起过后,他希望你不必那么坚强,在任何时候都愿意去相信他,依靠他。 男人对你动了真情时,他会非常主动地去找你,他会主动地关心着你,他会很热心地帮助你。 他对你的爱不容怀疑,他早就已经把你纳入他的生命,决定好了,不管遇到任何事情,都会和你一起承担,不会因为一点风吹草动,就离你而去。 不爱你的人总是很被动,很帅气,很权衡利弊,爱你的人他只有一颗真心。 这一生遇到一个真心真意的人不容易,遇到了你一定要好好对他。